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恐怖片 《坏记母》 影片一开始一个女子在打求救电话 说是自己的丈夫得了心脏病,快要死了 结果还没等救护车到 她的丈夫突然又从楼上掉了下去 女主从一家酒店醒来 接到电话说是父亲死了 让她赶紧回家 女主赶紧赶回家 却发现家里多了个陌生人 她问哥哥这是谁 哥哥跟她说这是她的妻子 她的哥哥竟然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 已经结了婚 而且她父亲也结婚了 继母还是她父亲的秘书 不仅如此还带来了她的大儿子艾瑞克 她继续问父亲是怎么死的 继母说她的父亲是得了心脏病去世了 然后女主一脸猛逼的是 她压根没听说过自己的父亲有心脏病 继母的儿子艾瑞克也不是个什么东西 立马就和女主狗狗答答起来 女主当然也不会拒绝 于是他们两个人开始找了个地方 纵情人生 又是喝酒又是聊天 又是跳舞又是蹦迪 扫兴的是哥哥跑过来 不让女主和艾瑞克继续交往下去 女主当然不会听哥哥的了 他让哥哥别管他的事 争吵之间哥哥情绪一时难以控制 把艾瑞克一拳放倒了 这下女主就更加同情艾瑞克了 于是他们两个迅速搞在了一起 在公寓里做不雅的事情 此情此景被继母全部输入眼底 她在那头偷偷暗笑 一看就是没按什么好心 过了一天律师来到家里分发遗产 令人惊讶的是遗产全都归了继母 女主和他的哥哥只能获得他们亲生母亲的那一部分遗产 这时候继母还假惺惺的说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们的就是你们的 这话谁听了不生气 女主还算淡定 他说这个房子是母亲的 所以他应该归我们 哥哥当然就脾气暴躁了 直接让继母带着他儿子滚出去 继母也是一脸猛逼 他私自跑到律师车里 质问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律师解释说 房子确实是兄妹俩亲生母亲的财产 而且他已经得到了死去的丈夫的财产 这已经非常多了 然后继母这个恶毒的女人 还是说他不肯放过这个房子 不仅如此 他还又和律师勾勾搭搭 甚至在车里亲了起来 哥哥早就看他们不顺眼 于是在家里和继母产生了争执 一怒之下 把他们两个人都赶了出去 雪上加霜的是 这天律师找到继母 跟他说 他的丈夫其实欠了很多债 所以那些遗产不过是空壳罢了 唯一比较值钱的可能就是那栋房子 与此同时 哥哥也开始请私家侦探 调查父亲的真正死因 艾瑞克要搬出去的那一天 女主也并没有怎么样伤心 其实他就是想玩玩罢了 就没有当真 继母为了得到遗产 开始不择手段 她在自己房子里点火 假装说自己房子失火 想要借助到兄妹俩家里 妹妹竟然答应了 因此兄妹俩又大吵了一架 哥哥压根就不同意他们 再进这个家 然后女主认为哥哥想多了 不仅如此 还又跟艾瑞克轻轻握握起来 她到后面就知道 自己现在是多么的愚蠢 此时私家侦探那里 也获得了一些消息 他找到哥哥告诉他 说他调查了 他的父亲没有任何病史 又通过监控调查发现 继母曾经在药店买过药 这一天 哥哥邀请妹妹和艾瑞克 一起出海玩耍 因为妹妹要留在岸上陪嫂子 所以就哥哥和艾瑞克 两个人一起出发了 此时继母母子的计划 开始实行 意外发生 哥哥被帆船上的杆子打死 掉入海中死了 这样当然还是不够的 继母发现自己谋害丈夫的行为 可能就会被发现 于是一起找到律师 打算和他联手 一起干掉私家侦探 于是私家侦探 就这么被枪杀了 女主因此也联系不上私家侦探了 女主再纯 也不会对种种发生的案子 没有感觉了 于是他回到家 想把继母赶走 现在他也意识到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疯狂 艾瑞克来劝他 讨好他 女主当然不会再理会他 女主打算还是把房子给卖了 以免夜长梦多 把房子换成钱 握在自己手里 还是最让人踏实的 他也还是完全不会考虑自己这个准嫂子的 他还打算下药 直接杀了嫂子 一了百了 然后正当他下药的时候 他看到了桌子上哥哥的照片 他觉得非常对不起哥哥 痛哭流涕 向嫂子赔罪 接着他们在哥哥的手机里 发现了私家侦探曾经的录音 他们知道了继母才是杀害父亲的真凶 这时候律师带着钱来找继母 艾瑞克想开枪杀人 然后被用人看见了 于是用人就领了便当 响声惊动了女主 艾瑞克却骗人说 他们是为了自卫 律师想要对他们不利 艾瑞克还想骗人 谁知道被女主看到了用人的尸体 嫂子一枪打死了艾瑞克 狠心继母不管儿子死活 自己开车逃跑 女主追到了船上 继母想拿着箱子砸死女主 谁知道自己因为惯性摔下了甲板 自己摔死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